这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吧 全部 全世界人类都辛苦了 台湾何尝不是 因为我们没什么特别的内需市场 COVID-19冲击之下 来您看 有些的公司 有些的小店面小店家 根本就撑不住了 连补习班 补教业 有些都撑不住 在哪有联请上来 我好想问 如果公司撑不住 就老板他也不愿意倒闭 可是就这么倒了 可是在倒闭之前 没有帮员工缴劳保 或就业保险等等 保费没有缴 请问员工还有办法 劳工们有办法拿回失业给付吗 您说有办法的 怎么做到呢 来我们先把源头再说清楚了 社会保险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大家都要很清楚 我们常常看到 真才广告说 想劳健保 那是一个错误的描述 为什么 因为社会保险是权利 而不是福利 所以工作一定要有三保加一退 什么拿三保 劳保 建保 旧保加劳退 如果有雇主的话 基本上在第一天到职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这三个保险 跟开始提交劳退金 第一天上班 这个就都要有 对第一天就要投保 我一直在提醒雇主朋友说 如果没有第一天投保的话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你还是有相关法律义务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保护雇主 避免雇主违法 那当然因为在过去 我们的社会保险里面 包括说老保健保 这些已经都实施很久了 像老保1958年就有了 健保1995年 旧保也2003年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上次我们所说的 面对这波的疫情 我们可以焦虑 但是不要恐慌 因为我们有相关的制度 事实上可以来保护 每一个人在碰到 这些风险的时候 你可以至少不会 从天堂掉到地狱 我们是有保障的 没错 那当然我觉得 有一些事情是要预防 譬如说 我实际上介绍的个案是什么 事情发生以后才知道说 原来老板没有帮我投保 或者老板已多报赏 或者老板这几个月 根本没有缴 那这部分就可能 每一个人都要 很了解自己的权益 至少要知道说 老板是不是有巨石 帮你投保 或者有缴保费 老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他说那也没有 就是因为我要去领 这些保障的钱的时候 怎么没有 因为老板没有帮你缴 所以员工要怎么知道 我的老板有没有确实缴交保费呢 来 挑 首先 劳动基准法第23条 它就有讲说工资 工资要有相关的项目计算方式跟明细 这个明细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我们脑袋新资丹 有几部的项目 跟有扣除的项目 几部的项目包括你的本薪 包括说加班费 包括各项奖金 包括各项津贴 那要很清清楚楚 你怎么计算出来的 那有些譬如说有钱请奖金 那可能有请假就没有请奖金 那个项目都很清楚的 加班费也要告诉你说 你是怎么样的加班 然后怎么计算 那扣除项目就包括什么 包括老保 健保跟救保的 这样的一个负担 所以这边是看扣除项目 没错 老保每个月帮你扣多少 健保老板帮你缴多少 就业保险这些帮你缴多少 就在你的新资丹的减项那边 没错 就帮你扣的 OK OK 那当然如果说雇主 他并没有去设置这样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台湾很多人突然间领了钱 每个月都是钱汇到账户 然后也没有薪资单 那也不知道说 那个钱怎么计算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实上雇主有可能违反 劳基法第23条 那违反这一条的话 真的是要提醒雇主朋友 就是说可能会被处分 2万到100万 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罚还 所以公司发给员工薪资的新资条 清楚一目了然 细项列清楚是必备要的 没错 这是老基法第23条规定的 那当然有关就业保险的部分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查 因为你是利害关系人 你就是当事人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多 已经已经很成熟的行政 包括说我们可以申请自然人凭证 你就可以连接到 劳保局的医化的服务里面 去查询说 你的劳保保多少 是不是有以多报少 明明我每个月领3万2 应该帮我投保33300的 那为什么只保2万4 我就会发现问题了 那当然还有包括什么 包括在民国104年开始 劳动部就已经委托银行 办这样的一个劳动保障卡 那在特定银行的ATM 你就可以查询说 你的劳退 主要是劳退 劳退有没有据实帮你提交 今天才知道原来领新资条 真的要清清楚楚的 跟您报告 劳退金的这个账户 是跟着你单一个人跑的 好 来第二张是我最在乎 如果真的一个万一 那怎么办呢 这是我最近 接到最多的劳子争议 就每天几乎都会有电话 打到我办公室 来问我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雇主没有缴劳保 救保的保费的话 救倒闭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还是要提醒 其实劳保1958年就开始了 行政已经很成熟了 那救保也是 2013年就开始 什么样的问题 大概劳保局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 劳保局的行政 那注意哪些争议的事项 包括什么 包括拖欠劳保 建保跟 救保跟劳退的这部分 它可能会影响劳工的权益 那救保就是很清楚 救保假设 他没有帮你投保救保的话 就业保险 对 就业保险 那当然就有可能领不到 事业保险给付 那我觉得这部分 真的是在前一章里面讲的那些 要你就要知道说 要自己查 要自己知道 那是你的权益问题 那当然以多报价最常见 最常见的问题 那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刚才举了个例子 我固定薪水是3万2 那个投保局局应该是33300 结果通常雇主可能 有时候就会用2万4 基本工资来做投保的话 你知道刚刚有人念的 那个局局是什么吗 因为他是有公式 有一个表格的 你的薪水是多少 然后靠近哪一个局局 甚至在哪个局局 他就用那个局局 帮你报劳保救保这些 那变成什么 变成说 如果他以多报价的话 你的事业几乎一定会减少 少领啊 因为你60% 每个人60%的这样的一个 那你的计算的基础就下降了 那这部分可能 如果说有领到事业几乎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依照 这个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去劳治争议 要求他去补除那个差额 那这部分 可能老保局就没有办法来帮忙 现在老板没帮你缴老保 来两招自己领来 没错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没有缴的话 那只要提出公司 每个月扣脚的这个证明 譬如说薪资明系 经查属实的话就可以请领 那这是第一招嘛 因为因为老保局也是要看说 那确实他有帮你扣了 但是他没有帮你脚 但是第一招我要问仔细有连 请问一下比如说 我工作也许半年 一到六月份薪资条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您刚说的薪资这些很清楚 可是公司就是七月份 这个公司突然间倒闭了 在七月份他没有帮我缴这个 那我拿六月份的薪资条 去给老保局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因为你的计算基础是什么 计算基础是 事发前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平均的投保薪资 对哦 事发前的六个月 的平均投保薪资 OKOK 那第二招当然是什么 如果雇主停业了 突然间就倒了 我们附近最近很多很多的厂商都倒了 那当然无法取得这个证明的话 那某种程度上 这个劳工就可以到 劳保局去开立个人应负担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去缴 缴完以后 当然这个保险的目的设置的目的是 为了让劳工在碰到这些风险的时候 有生活上面的依靠 所以基本上 只要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话 基本上劳保局都会继续的来 给付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比如说事业给付 可是我这个第二招看不太懂 也就是雇主他现在 因为他突然就停业了 所以我薪资条拿不到 可以请劳保局开立 个人应负担部分的保险费交款单 我还要再缴钱呢 当然当然 因为在旧保里面 旧保里面跟劳保一样 你个人还是要负担20% 可是那应该是Boss帮我缴的 他现在应该缴 没缴变成我自己要补缴 雇主负担的70%的部分 当然他不会跟你要 但是你负担 自己负担的20%的部分 基本上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还是要缴 也就是刚刚说的 七月份公司不小心倒了 然后呢 开立这个证明就是 你去把你的两成的这个把他搅齐 那你的失业给付就拿得到了 没错 懂了懂了 终于明白 谢谢 有人 感谢您了 请回座 刚有人说 这个事情 他每天电话接不完 所以我今天有讲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 已经从三级降到二级 多期盼了 所有的大中小企业 都能够慢慢的渡过难关 那员工如果一个不小心 这两招也帮自己权益 做点保证了 开始来观浪整理 从伯杰的重点开始讲起 今天台积电 5奈米的南科厂 竟然爆发 自从出现问题的状况 伯杰说新闻事件的发生 来自于在半导体晶片制成的过程里面 需要谁更需要气体 就是像这些的气体 可是台积电跟厂商买的那个气体 好像有一点点状况 因此才会让它的制成良率 失败了 不行了 可是部分的产线停工 没有到全部都停工 才会说传言太过夸张了 至于联电跟制约光 ADR为什么大涨 很简单 因为到了明年22 跟2023年 底面需求还是非常的强 可是供给面还是不够 所以反映到未来的业绩期待 这两档的ADR才会涨 今天现股也涨了 传产部分在乎的是在台素 台素今天的这个填息填了5成8 刚刚佛杰说其实还不错了 至少今年可以有机会赚超过10块钱以上的一个股本 就显见了台素的业绩然是逐渐的逐年的在做成长 而且美国中国这些都要扩当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要用的 速化原料是必备的 航运部分有很多的好消息 提醒您刚刚佛杰伟问了 航运陆陆续续有很多好消息 可是股价如果是这样 涨不动会不会利多出进 利多实现 反而不涨 筹码乱是关键 钢铁很关键的是在中国大陆 23项的钢品出口不再退税了 所以税会变比较高 当然就在国内中国大陆境内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的钢铁需求都还是很大 我们的钢铁当然就会跟我们买了 我说是全球市场 就会跟台湾购买钢铁 因此钢市才有期待 最后一张提醒您 筹码还是最重要 如果逐利大户在做出货的话 股价不稳 技术面就要搭配着看 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台股到底稳不稳呢 刚刚贯作证明说 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不稳的是在散户 因为散户都很跑短 绝一跌下来 他们积极抢货 抢便宜 一弹高 他就把它卖掉了 挣个一丁点的价差 散户短进短出 我要看的是大户 结算的之前 结算前四天 他们是做空 可是结算之后 现在积极的有空 翻多了 大户现在告诉大家 他的文字 显然的 现在对大盘是慢慢的 万七一度跌破 弹高之后 回复了一些的信心 技术面修正到季线 其实有强劲支撑 上面的月线 是有点反压 所以就在月线跟季线 来回进行震荡了 短线的观察点 就看一下实际线 它的图告诉您怎么掌握 第三个重点 就是刚刚有您说的 社会保险是权利 不是福利 也就是你工作的第一天 一天 老板就应该帮您保老保 全民建保 旧保 劳工退休金 全部都要进行提拨 在第一天 而且雇主们 老板们请注意了 发给员工的所有的薪资条 绝对都要清清楚楚 现在几副项 给的钱 扣的钱 所有的细项都要明列 因为法条有规定 如果没有立得很仔细的话 是有罚还的 怎么如何知道 我到底老板有没有 帮我确实交交保费 这些方法 自身权益 要学会保障 现在麻烦的是 如果疫情太过严重 结果公司不小心就倒闭了 我们怎么办 如何拿回失业给付 两大方法 一个是把以前 你拿到的薪资条 拿去给老保局证明说 你看公司真的帮我缴 有缴 我也有缴 所以要给我失业给付 第二招就是 没关系 因为雇主停业了 没办法取得薪资证明 可以跟老保局开立 开立 个人应负担的部分 刚刚有人有说 老板付70 你要付20的就与给付 所以你把你应该要付的20 把它付出去之后 你的失业给付就拿得到钱了 以上结论 跟您最佳分享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时间都交给成龙大哥 如果从联准会的动作 他的一席话 不要担心了 升级时间还很久 所以 帮一份的美财股就决定是 绝对是安全的吗 那么原本的美财股就决定是 我们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